在診察室幫病患看病 吳憶春一點也不馬虎 詳細的說明症狀 讓病人放心 而從吳憶春臉上 完全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現年75歲的他 看診經歷超過45年 對於醫師的工作 卻仍然充滿活力 吳醫師已經75歲 其實看不出來 我想他也是給 我們現代人一種典範 就是說到75歲 還在行醫 而且這麼樣的親切 醫師的專業 能夠繼續的奉獻給社會 二方面是他很愉快 熱在工作 我覺得這個對整個社會來講 是一個很正面的 能夠熱在工作 能夠很快樂的在做工作 我覺得這個很難得 吳醫師照顧病患不遺餘力 發現經濟有困難 甚至免費看診 熱心奉獻的老醫師 地方家喻戶曉 醫師節的前夕 副市長蔡秉坤也特地前往拜訪 吳醫師針對現行的社會醫療制度 提出建言 對於新移民更應該輔導就業 從心裡給予協助 更勝是要看病 能不能請政府 來做一個行動的計畫 我們給他餘肢 不是給他一個釣竿 叫他們如何做 讓他有一級之長 做一個行動服務的計畫 把這些外籍的全部 來教導他一級之長 拿到一個證照 譬如說做美髮 或者是做棕破鎖 做一類 這樣他們有一個證照 然後對台灣的社會 也是有幫助的 我父親有一句話 裡面在能力所及的話 一定要關心 社會需要照顧 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總是面帶笑容的 吳醫師也提到 他保養的方式在於 多運動 飲食清淡 而且他以服務奉獻為快樂 將會一直堅守醫師崗位 不退休 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記者總部會 台中長報導